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类企业都往里投钱 当这个价格拉起200倍的时候 哐当一声 把你们扔那儿抛盘走人了 这种事人家在中国 人家天天在上演 玩得相当熟练 高盛他不是一帮美国人吗 怎么搞那么久 我认识个导演叫英达 当年在我家英达 让我在里边演了个小角色 就跟现在演电影一样 英达 英洛成的儿子 著名中国喜剧之父 中国情景喜剧之父 英达让我在里边演个角色 英达有一个名言 老电影的台词 说报告 来了一百多鬼子 二百多美军 这个一个台词 但是英达每次刷到这儿 他就开始笑 然后他就开始讲汉奸文化 才一百多鬼子 二百多美军 这都不是极端的例子 极端的例子 一个县城里面只有十几个鬼子 统治一个县 为什么 这讲起来的原因就深了 中国人没有组织起来 我们是个农业社会 那他是个法西斯的国家 但是这么说 是不能把事情讲不周眼 问题简单的陈述就是 有人愿意呢 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 和民族利益之上 他自己得到好处 高盛把中国国企掏空了 把国家国库掏空了 有什么关系呢 那中国人在高盛里面 帮助掏空国企的什么人 那这里面有一般的打工者 一般的工作人员和一般 决定政策的人 还有一些自觉自愿的 就愿意在这件事情上 为谋及个人利益 而不惜损害国家利益的人 很多企业都请高盛做购问 刚才我说 一个晚上 3000万桶到7000万桶原油 高高的价格 高盛说还能涨 我咔嚓一下 亏了 亏了个底掉 裤子都掉了 企业就黄了 为什么会 请高盛做购问呢 听高盛的呀 什么都听高盛 取消了自己的独立性 取消了自己的判断能力问题 于是就做了这样的蠢事啊 那有人问了 为什么要请高盛做顾问呢 因为我们有些企业 屁股不干净 高盛可以帮你做假 高盛可以帮你疏通 高盛可以帮助你在 一个一个的金融交易当中啊 以他的所谓的国际的头牌企业的身份 来帮助你撒谎 原谎就是做虚假陈述 啊 视野开会一点 明明说当年希腊政府 希腊政府 为了符合欧元区成员的标准 也求助于高盛 注意高盛啊 富可敌国 富可敌恩国呀 希腊作为一个国家求助高盛 能不能帮忙 高盛一口答应 no problem 小case 高盛就为希腊设计出一套 货币调期交易 我不知道什么叫调期交易 调调的调 调期交易啊 这么一个方式 然后为希腊政府 掩盖了希腊政府呢 几十亿欧元的那种这个公共债务作家 那为了让你面上好看吗 然后希腊账面上呢 就账面上表面一看 和好作品了啊 符合欧元区成员国的标准 高盛拿三亿美元的自信费 拍屁股走人了啊 完了 这希腊就像他一个公司一样 求他了 然后就希腊以良好的世界信用等级 在全世界就take some money take some money t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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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 money 爽 最后呢 最后大家都知道了 华尔街雪崩之后 雷曼兄弟倒闭了之后 然后呢 这种经济已经弥漫到全世界的时候 希腊国家只剩下一缕游魂呢 希腊国家要倒闭了国家活不下去了 希腊找高盛了人家老子叫人揭穿了 这事儿欧盟不帮忙啊 找欧盟欧盟不帮忙 找高盛高盛量是一贪 嗯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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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我hierper你啊 我我我没这个意用啊 对吧 那希腊怎么办 希腊只好就认账认灾啊 算了 啊 把屁股坚信随便打 不还不了钱了 我国家倒闭了 那怎么办 最后的结局大家都知道 歼免债务啊 希腊本国混乱啊 他给我债钱损失啊 一地鸡毛 获利的谁 获利的高盛啊 高盛自己还就是亏呢 我才拿三亿美元算什么呀 啊 我哪次哪次拿多少 哪次哪次 这个高盛啊 真是了不得 啊 高 高盛高在什么地方 高 高盛高就高在他不要脸 啊 不要脸 要吃变天 知道吧 更不要脸的 你知道高法在什么地方 希腊毕竟离得远点啊 您可能没感觉 咱说咱中国改革开放 京广深 对吧 过去京津户 现在京广深 京上广深啊 比方深圳 深圳一家医药企业 呃 医药企业呢 因为看到市场上有一些干素 肝脏的肝 呃 这元素的素 干素造假事件 然后导致了其他的同类产品 也进不了美国 啊 高盛啊 高盛说没问题 这点小事对我们高 我们高盛什么都能办得到 好多多少钱 好 我帮你办 办了什么东西 FDA认证 什么叫FDA认 FDA是美国食品药品 化妆品管理局 在美国具有居高的权威性 你想进入这个美国 没有FDA是不行的 FDA这个东西 你不合格不行啊 一帮科学家很认真的 但高盛来了就搞定了 别以为国外不能走后门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个规律在美国也好使 高盛呢 那你看认识不认识人了 高盛把人这么干了 FDA拿到了 于是海外市场发展风头很近 不错 深圳家邀请在美国发展 然后呢 你猜 你猜 然后呢 然后高盛呢 这个时候 拿拿数钱 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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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嚓 断联系了 就跟你跟你合作很好的人 突然把你拉黑了 道理一样 这不就流氓了 这不就骗子吗 那咱得说具体 他为什么就拉黑 为什么拒绝跟你合作啊 拒绝合作 你就陷入窘境了 没人替你这个挡雷了 没人替你担保了 你的企业就完蛋了 落魄了 落魄了 美国市场没了 为什么 高盛你保不起 他接着竞争对手的活了 这就是高盛的高明之处 中国有个成语叫 怎么来着 请进入瓮 一切都很好 请进入瓮 这跟飞耗子一样 一个框 很深 上面呢 有一个 有一个滑板 这个滑板呢 有一个微妙的平衡 上面撒了一些玉米粒 撒了一些好吃的东西 反正小老鼠爱吃的东西 小老鼠从远处过来 吃吃吃吃吃 走到这头 就掉到你 这跟警局中够一个意思 就是把你诱骗来了 让你陷入万劫不复 人为财死 鸟为失望 高盛人家不但是一家呢 金融诈骗公司 是一家有国际生育的 利用法律漏洞 甚至呢 制造法律 有利于自己的那个服务的对象 最好大专特传这家公司 而且这家公司 他聘用了大量的社会心理学家 大数据专家 他把人性研究透了 他就利用你的人性 你不是贪婪吗 你不是人为财死 你又为失望了 所以高盛在洗劫各国金融的时候 高盛使用的这个招啊 不是人家有多高明 而是我们这个人性几千年不变 他那个招都老掉牙了 老掉牙的招 屡失不爽啊 我们深深的家药厂上当 上当的多了 他天天说 比方说我都不敢提名字 提了名字 我就我就担心出别的事 我就说中国某银行 他就说你不行 怎么怎么怎么都不行 一定不行 非常不行 十分不行 按照理论不行 按照实践不行 按照发展不行 按照模型不行 按照大叔不行 按照预测不行 反正你就怎么不行 天天唱帅你 帅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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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与此同时啊 悄悄的吃劲 购买你的银行的股份 购买你的股份吃劲 当然是极其便宜的价格 白菜价吃劲的 收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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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购收购收购 然后呢 然后就非常好啊 经过他的帮助 然后市场表现一路优异 原来在这儿 优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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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 他抛完了以后 这东西就跳水了 这东西就这拉高了之后 他就跑了 拉高了之后 他就跑了 赚得半碗盆满 这东西有什么高明的吗 没有高明 基于人性的弱点 你不是贪婪吗 你不是没经验吗 但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谁让你活该你相信高盛啊 活该你相信 你相信高盛 你的竞争对手也相信高盛 你让他做自信 你让他做自信 你能让他知道你的底牌 你让他知道你穿没穿内裤 你让他知道你哪地方有毛病 他告诉你 所有的一切都能摆平 最搞笑的是 高盛不但能在美国替你摆平 在欧洲替你摆平 中国的事自己你摆不平 然后高盛也能替你摆平 吓人吗 所以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人是怎么那么容易上当受骗的 高盛有人有从业人员说 你现在你觉得 哎呀人傻 钱多人傻 你不骗他天理不容啊 有的时候高垮一个企业很简单 举个例子 这可以说明 2007年 2007年 有个太子奶知道吧 太子奶集团 董事长 李图纯 图纯 前图的图 纯洁的纯 图纯很纯洁 太纯洁 李图纯最大特点 纯歌太纯 跟高盛合作 高盛 投行 签下一份呢 叫对赌合约 暗藏对赌合约的引资协议 高盛呢 那条款谈得非常简单 高盛又严苛的约定 迫使太子奶在最短的时间内 你必须在什么时间内做到什么程度 什么程度 什么程度 只要你市场做到什么程度 什么程度 你便能够特别可观赢得一笔钱 好 为了拿到人家钱嘛 也渴望自己做大嘛 觉得就有高盛帮忙 就有希望 结果呢 太子奶那时候 本来自己练就非常紧张了 拉起来疯跑 你本来就hold着气喘 你费心病 你本来就关节炎 你本来就股股头坏死 加冰股软化 拉起你跑百米 一头就趴那了 然后呢 两字破产 所以李图纯的 纯哥后悔死了 肠子都毁清了 但是高盛 我告诉你各位 高盛直到今天在中国 还是神话包装的好好的 每天一些水光流环的 拿出去特别高潮的场合 就是一个一个的 找下家 知道吗 就跟我们过去火车站 有一些专门职业骗子 就骗那些刚刚进程的 不懂事的 都得揣打钱的 知道吧 周伯通说用这种方法 高盛几乎是一枪一个准 几乎搞垮了 中国国内几乎所有快销品的企业 中国所有的快销品的企业 高盛放发搞垮了 高盛当然不仅仅是为了赚钱 高盛是帝国主义的工具 他要赚钱 是其一 服从于搞垮中国 让中国给他赚钱 这样的战略目标 还有中国的某一个产业 中国的产业政策 他要逆你而动 嘴上说都是好听的 但是中国快销品的产业 高盛在这里面有战略目标的 他几乎把中国所有的快销品的企业 全给干垮了 当然话说回来 咱们讲高盛 高盛怎么欠坤大懦疑 怎么洗劫这些企业 也不完全是高盛 这就一个巴掌拍不响吗 对吧 隔壁王呢 一个巴掌拍不响吗 那些上当受骗的 你自己不总结一下 你为什么上当 是高盛是狼子野心 是高盛虎吃蛋蛋 是高盛的动作贤手 是高盛流氓成性 是高盛人家职业干这个的 但是你为什么上当 有些老板也 瞧瞧说 有些老板本来也没打算做企业 不是企业家 是有机会 国有资产流失 利用价格杠杆 利用什么领导关系 赶巧了 就赚了这么一笔钱 他没有兴趣做企业 什么长命百岁 没想过 弄到一笔钱 然后呢 就自己养老去了 过花天酒地生活去了 没心思做企业 那玻璃大王 操的旺 那是做企业的 任正非 那是做企业的 董明珠也是做企业的 不是都这样 我们企业家赚了点钱之后 而且那钱不是好多少来的 养老去了 你在这种情况之下 交给高盛 自己弄点钱 甚至这些人呢 就根本就对中国的产业 这个产业坏不坏 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美国人赚钱 我跟人赚钱不就完了吗 这是不是原因呢 这什么原因呢 是不是文化原因呢 骨子里怎么会这样啊 任正非会这样吗 曹德邦会这样吗 是敌人高明 是敌人狡猾 但你呢 你贪婪 你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 民族利益之上 高盛 不管害中国人 如果说高盛 就是跟中国过不去 这倒也不客观 资本来到世间 从头到脚 每个汉毛孔都滴着血 只要有钱赚 百分之三百 就是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咱们有个邻居叫越南 越南改革搞得不错 2007年 那是越南相当危机一年 08年中危机 07年越南 就亚洲这些国家 全部都惨了 所以现在我们总结 越南改革经验 我们好好学习 为什么2007年 现在越南 现在经济发展的不错 甚至有些方面 做得比我们好 那时候07年 越南可惨了 高盛 刷刷下去 趁低大量收购 越南的股票 大量投资 越南的企业 高盛这时候 你知道 他把这些股票企业 拿到手之后 高盛就开始在 全世界的范围之内 We a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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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o 英雄 越南 说越南 越南 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越南 包括金兰湾在内 那越南一定怎么样 越南找人口优势 然后什么世界工厂 然后什么什么人口红利 越南概念 越南 那好家伙 越南 越南人 蠢蠢欲动 世界各国 那些揣着钱 准备发财的人 都低了钱到越南去 越南有个地方 有个地方 现在 我有认识的朋友 在那个地方 据说那个地方 整个那一片 全都是中国人 在那里投资打 我说那你们发财了 突然当年叫人骗去 整个越南人情绪激昂 觉得美国人 是我大救星 抗美元 越南那时候 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亲历史斗争的时候 那是多么尖锐激烈 你死我活 越南人说到美国人眼睛里喷着火 越南人竹签子钉在地上 把让美国老一个一个的扎进去 这才几十年呀 人们是那么健忘啊 为什么会这样 除了人性容易健忘以外 动不动就翻篇了啊 这样翻了 这样吗 翻了 翻篇很快 除了这个因素之外 人性弱点之外 美国的意识形态宣传 很快就给你洗脑了 这一袋洗不了 下一袋给你洗了 怎么洗啊 就说美国人牛 美国美元坚挺啊 人类未来就是美国 你给我打是给我打呀 但是那时候是误会啊 是你共产党不行啊 是个别人的问题啊 跟着美国的都负了 越南跟着美国也会负 所以呢 越南人如果离开美国人 越南人连裤子都穿不上 所以高盛就你们来了 就这一套 越南你知道 越南也有中央电视台呀 越南中央电视台 就越南央视的主持 全部都给美国人叫好 越南的各种评论节目 每天啊 都是美国forster 那美国在越南 这么短的时间之内 卷土重来 就是美国侵略者 当年呢 用这个B-52 用这个生化武器 都没能够占领的越南 现在美国用意识形态的方法 用这个soft 软实力 就搞定了 很短时间内 越南那些大量的明星啊 那些公知啊 神器火线 到了2008年4月的时候 高盛开始做空越南 主要 07年插进去的时候 大量吃惊股票 然后开始 拉高越南了 越南捧的 这人呐 一般人都经不住捧 哈哈哈哈 你见面就夸他 开始他就 哎呀呀呀呀呀 后来你夸他 你再夸他 就说 哎呀呀呀 不敢当 你再夸他 他说不好意思 你再夸他 他说你别老这样 再夸他 平静了 接受了 经不住五夸 这话是王硕说的 经不住五夸 甚至你跟朋友聚会 五次聚会 你就拿一个人做实验 越南夸晕了 08年 高盛做空越南 把所有的资金 所有的资金 都是从这进的 然后抬高 这一年时间 别忘了一年时间 抬到这 你看抬不动了 刷 全部撤走 股价打跌 楼价打跌 只有一个不跌 什么呀 通货膨胀啊 08年越南通货膨胀 打到多少 25% 越南人 哇 损失惨重啊 高盛呢 高盛慢着师叔 喜肉狂啊 喜不自知啊 这帮傻子 又将我们给涮了 以国为单位锁定 一国 高盛就干这样的事情 哎呀 我一说就容易 说的很兴奋 高盛啊 实在是高 但是高盛 他也不是说到哪都一定灵啊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 痛定思痛 我们也需要很好地总结一下 感谢收看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